11點截止登記發言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在堂的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主席包括請一下張部長 我們現在請張部長 費文好 部長今天剛才包括賴斯堡委員都跟提到 我們即將要處理 我們國民黨團版本的證所證交稅 再一次的跟大家來報告 這個我們還是維持我們的黨版 中國國民黨的黨版就是證交稅 我們定在千分之2.5 證所稅定在千分之0.5 我們現在目前在院裡面的版本 就是這千分之0.5的證所稅 可以選擇兩種方式 一個叫射算 一個叫核實 當然上一次我在這邊 同樣我跟大家來報告 我在講 我們這禮拜五的黨團大會 我們會提出來討論 兩種在證所稅千分之0.5的部分 我們兩種方式 一個是射算 一個核實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全部用射算 全部用這兩種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要保留證所稅的精神跟科目 好不好 這個目前因為即將要處理了 所以報紙很多眾說紛紜 先跟您再次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的定調就是如此 好吧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再來今天呢 今天是什麼節 今天關棍節 關棍節 關棍節 這個我們在場如果還沒有結婚的 我們祝福大家趕快找到好的心上人 願他們找節連禮 這個講到關棍節 我們會馬上想到另外一個 就是這一天會賣很多東西 是 台灣大概去年賣了多少東西 買貨賣 買 大概多少 這個我不清楚 無從姑起 對不對 不清楚 就像現在在網路上的銷售 包括我們這個什麼國際訂房的網站 還有Uber的網站 還有光棍節這個東西 這個電子銷售在台灣其實 有人講說馬雲說今天他要充1000億人民幣 1000億人民幣就是新台幣 5000億 5000億 台灣大概至少有個100億吧 我在猜 我不曉得有沒有到 因為這個數字 你不值 我也不值 也沒人值 那換句話說 在不知道的狀況下 我們很多的稅損就產生了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建議 我們是不是這個 你在當部長這幾年 對國家的稅上也有很多的賤術跟貢獻 是不是做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委託大家去做個委託外面的專家 學者 學者可能未必也會知道 反正委託去做個研究 像我們知道 就是指拿光棍節這一天在台灣我們的交易金額是多少 來做這個研究 我們就可以推估 進而我們如何去做一個立法 是 像這些這些錢呢 這個平白無故的沒有少少了這些稅 我是覺得可惜了 可惜了 所以雖然這個很多人大家並不關心 可是我是我不願其煩的在這裡講了好幾次 是不是部長 是 我講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委託 不管我們財政部的哪一個單位 我想不管是付稅署也好 或者是資料中心也好 去做一個研究的案子 好吧 就拿一個單一的案子來研究看看 我們就在今天台灣到底賣了多少 買了多少 買了多少 好不好 我們來做個研究 我們選國稅局 就營業稅資料庫 看今天增開多少發票 多少營業額 好不好 好 那個上個禮拜六 我們馬總統跟大陸的習近平總書記 是最近全世界最矚目的一個新聞 在這裡面也談到了亞投行的問題 當然您也表達了您對這個事的看法 我跟請教一下張部長兩件事 第一個你們預估的時程是怎麼樣 第二個我們台灣加入亞投行的名稱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從第二個 從名稱的問題來談談 你們最近有跟他們接觸在名稱的問題上嗎 名稱我們大概用各種管道表達 我們的底線大概就是全力是台北 我想這個 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談的 也不一定要堅持 但是我是針對我覺得這個 這個部分我們是應該需要堅持 我覺得中華台北全是台北 對也是我們在奧運模式 APEC 都是 APEC 也是個 當然跟亞洲銀行亞洲開放銀行那個 那個模式我平常講我覺得不妥當的 所以我想再表達你們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底線希望就定在全力是台北 第二個這時程的部分 部長你們預估大概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進入亞投行 他年底正式成立運作 正式成立以後才開始受理新會員的加入 所以我預估明年初最快 對因為正式成立以後我們就在正式表達 OK 好 換句話說希望在馬總統的任內 對不對 把任內我們加入亞投行 我想對我們國家的企業會有幫助 進而企業當然就會提供就業機會 也會增加我們的稅源 我想這個方面 希望部長來多多來努力 好 謝謝 再請教一下 今天有請幾位委員在問到 即將改選的101的董事 我們現在董事全部的席次是13席 對不對 是 我們可以拿到多少席 我們應該7席沒有問題 另外6席大概是誰拿的 有民間的 譬如說中國信託或者是國泰 他們也都有持股 有些民間的 當然衛家還有30幾趴 37 他們可以拿到幾席 他們應該4、5席應該也沒問題 我們拿7席 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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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只有6席 對不對 非范范范范范只有6席 如果說衛家可以拿到5席 那換成其他的民股就1席或沒有了 當然也還有監察人 董事加監察人 我們會來安排 我是建議 把衛家的股 董事的席次把它極小化 是 所以也不妨跟民間的去談一談 會 不得超過4席 我們跟民國來合作 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吧 會合作 會 因為它太傷了我們國人的心了 是 對不對 這樣的企業其實說實在 我們在這邊再三地呼籲 這樣子的企業 我們並不歡迎它在台灣了 好不好 謝謝 謝謝